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历书 他的笔法 既是执笔的方法 也是用笔的方法 还是 点画 说包含的法度 这都叫笔法 我们知道 在历书之前的 那些字体 包括 刀刻的加古 翻柱的经文 以及这个 时刻的小传 等等 虽然他们的特点不同 各有各的风格特点 但是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情况 就是他的用笔 变化不大 用笔相对都比较单调 这是在历书之前的这些字体 它的特征 自从历书的出现 笔法开始丰富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 由传书到历书 最大的区别 就是笔法的改变 包括字形的改变 其中我们谈到用笔 原来传书 基本上是平行用笔 就是点画 用笔 都是和纸面平行 和桌面平行在运笔 到了历书 出现了上下 也就是用笔的提核案 不仅仅是平行前后运动了 有上下运动 同时还有左右运动 说这个 年寡 或者叫脚笔 脚峰 这是左右运动 这样呢 历书的笔法 它就很丰富了 尤其是金文和小传 它们在用笔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婉转 圆通 这么说 传书是引线 所以说它是很婉转 很多转折的地方是圆通 衔接的地方呢 笔笔衔接的地方 大多是浑然一体 不露痕迹 比如说这个笔 就是完毕归照的毕 它的衔接都是 衔接都是很紧密的 有这个铸造感 小传 它的转折都是远转的 这是传书 它没有太多的提案变化 那么历书 尤其是东汉的历书 对前期的历书 改良 后来定型之后 历书的书写 从原来的不自觉 变为自觉 所谓自觉就是进入了 艺术追求 我们上节讲过 到了东汉 人们已经把历书的书写 当成了艺术 那么 也有在追求这种美感的过程中 也有了一些必然的要求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用笔的时候 我想 首先要分析用笔 它里面所包含的一些要求 我这里讲过 我总结 用笔具有四要素 四个要素 第一 是力度 第二 是厚度 第三 是灵活度 第四 是准确度 所谓力度 力度实际上是一种感觉 我们可以说叫力感 这种感觉是通过毛笔和纸张的接触 说产生的这种摩擦 表现出来的这种力感 美感 古人说 有这个入目三分 力透指背 都是讲的力度 这个笔的力感呢 它说表现的力 当然也不是说一种力 这种力呢 可能大概有的是苍劲 那种苍劲有力 有的是秋劲有力 刚劲有力 有的是秀劲有力 比如说我们上一节讲到的 石门颂 我想它应该是叫苍劲有力 因为石门颂作为磨牙 它这个力度是给你感觉到 很苍厚 很苍茫那种力感 那么张千碑 我觉得应该是秋劲有力 非常刚劲 那么李七碑呢 曹全碑呢 我认为它应该是秀劲 那种力感是秀劲 也有劲 但是它是清秀的 典雅的 但是它有力感 曹全碑并不弱 刚才说的是力度 厚度 厚度也是一种感觉 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表现出这个厚度 要用中风 中风取厚 侧风取艳 侧风有人给你感觉到很艳丽 可能会很多变 很美 但是厚度 这种表现 还是以中风为主 所以为什么写传书 写利书 尤其重视中风用笔 中风在里边是占的90%多 侧风偶尔才会用一下 所以这是中风 在厚度处理之后 起到的重要作用 还有个灵活度 灵活度是当代我们书法创作 尤其是证书创作 所谓证书 历书 传书 凯书 所谓证书体系的 这几种字体 在创作的时候 尤其要重视的 写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要刻意的 去做出来这个效果 做出来这个准确的形状 我们是要写 首先是要写 写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 它就是自然的 我们画画的朋友都知道 你要画个肖像 画得很准 一看就是谁 但是是死的 一看就是 眼睛都是无神的 那么你这幅画 不管形容多准 我认为 它的艺术性是 要打打折扣 为什么 因为它不传神 所以这个神 表现在哪 表现在灵活度上 准确度 这个准确 我认为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也就是这四个要素 我们刚才都一一做了分析 力度 厚度 灵活度 准确度 这作为四个要素 我们应该在用笔的过程当中 始终贯穿我们的这个 作为主导思想 另外就是作为用笔 它是有限之中 包含着无限 用笔是有限的 一看 不管你的用笔多么高妙 那么在纸面上 它都是能体现出 它的有限性 但是它所包含的精神 所包含的各方面的素养 可能你一生的追求 最后就在用笔里面 所以说它即使有限的 同时也是无限的 下面我们来通过 李契碑 曹全碑 张全碑 石门颂 来解读一下 这个 历书用笔的一些 包含的一些关系 李契碑 圣族之亲 理所一意 赴言士 并观士 意中 遥发 遥发 在这个地方不度油 度遥 这是 李契碑 曹全碑 上面是 侯相 上一页 侯再上一页 侯相 金城 西部渡位 北地太守 傅邦 少冠 明周俊 张千碑 引念职位 前面引念职位 常在 古宫 数位从事 生无细文 争败郎中 出谷成长 石门 复突 唐光 复通 唐光 凡此四道 该阁幽间 到该 我们从这 四个悲客的 这个 四件 这个四页 选作里边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选一些字 选一些其中有代表性的字 来分析一下 隶书的用笔 就是它的用笔里边 我给它归纳为十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 藏风与漏风 藏风 实际上就是逆风 藏 就是齐笔的逆风 因为藏要逆 只有逆才能藏 于右 先左 于下先上 于右 先左 于下 先上 你看 先上 才下来的 这是藏风 首先要逆风 逆风里边有实逆 有虚逆 实逆 就是笔风 直接在纸面上 刚才我们看到这两个都是实逆 你看 笔风直接在纸面上 逆 虚逆 是在空中 空中 比较自然的一种逆风 实逆 相对来说 比较沉稳 点画表现的比较实在 比较厚重 虚逆 用笔 相对来说 比较轻宽 实逆一般是逐笔 虚逆一般是次笔 它往往会表现出一种 不在计划之内的那些 意外效果 比如说 李契碑里边的 一 李契碑里边的一 这个地方是漏 这个地方是漏 在漆笔的时候 没有在做 藏风或者叫回风的动作 没有回风的动作 直接 打笔就走 这些漏风的地方 一般是在 字的中间部位 你看 这一点也是在中间 这一点也是在中间 在这个字的中间 如果把漏风处理在周围 会给人感觉 视觉上不舒服 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一般用于刺笔 藏风 像这竹笔 外漏的一些笔画 包括这个 虽然是刺笔 它也是实逆的 也是藏的 这也是实逆的 藏的 当然 实逆 和虚拟 其实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有的地方 比如说第一笔叫实逆 但是呢 这一横画叫实逆 实际上 它在 这一点过来的过程当中 也很轻松 它应该说 介于实逆和虚拟之间 这是第一种关系 实逆 和虚拟 藏风和漏风的关系 第二种关系 G型和色型的关系 G是快的意思 就是有的用逼很快 有的地方相对会放慢速度 放慢速度之后 使点画出现一种色意 一种苍 苍进 苍茫的感觉 这是色型说出现的效果 我们看曹前碑里边的舟 舟这里边 我们看 这三个小部分呢 大概是一个造型 就是它有一个 每一笔都有一个长笔 每一个小部分都有一个长笔 就这一撇画 在例书里边 这是一个撇的一种 撇画的一个形态 这边有一个竖折 都有一个竖折 在处理的时候 竖折一小部分 应该动作相对来说快一点 用于短化 让它稍微急促一点 让它急促一点 这一长笔 因为长 第一 要控制它的造型 第二 因为点画比较长 所以说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它平滑过去 不能太单调直白的平滑 所以在写的过程中 稍微给它一点 降慢一点速度 一边是找着感觉 一边增加一些它的厚重和色意 就在处理的时候 就稍微稳妥 你看这个地方就快 稳妥 好 这是迹形与色形 第三种关系 实收与虚收 实收和虚收 指的是收笔 收笔 实逆和虚拟 指的是其笔 在实收和虚收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能体会到它这个意思 实收 就是实实在在的 点画 就是毛笔 笔封在纸面上 收回来 虚收 就是空中收笔 或者虚收 叫斩钉截铁 啪 到跟前 提起来 虚收 就是不要做那个很大的 收笔的笔封的动作 我们以这个 里气笔里边的 并子为例 没有太多的动作 它这些提笔就走了 因为它是点 是点 你就不可能在这 做太大的动作 第三笔 应该是介于实收和虚收之间 你看这个地方 也收了 但是它还要回风 要做这个动作 这个收笔 应该说是 相对来说 在这比较慢 比较慢 这一笔也叫实收 但是收的时候 不要过分的强调 这一笔也叫实收 但是收的时候 也是 说一实收 就是在纸面上 笔封在纸面上 但是 不要动作做得太大 它也是介于实收和虚收之间 因为要提风 空中提起来就走了 走了之后 继续写这边这一笔 从这过来 这一笔 第四 中风与侧风 刚才说到了 中风取厚 侧风取燕 燕是燕美 后是厚度 中风取厚 侧风取燕 我们以石门颂的光 以这个为例 中间这一束画 中风 这毫无疑问 中风并且要藏风 这两笔 就有点侧风的意思 你看 入笔时候有点侧风 因为这两笔在里边 是燕美的 是灵动的 是灵动的 是调节的 所以说你看 侧风入笔 然后这一横画 又是中风 这基本上 都是中风 在这两笔的时候 出现了侧风 给人感觉很生动 有变化 中风很稳重 侧风很有灵气 这是中风与侧风 第五 提笔与按笔 我们以曹全碑里边的 金字为例 这已经有提案关系了 提到这按 又提 你看这提案 表现出来的是 点化的粗细轻重 然后这个地方 很明显的提 提都很轻松 又按到提 你看 第六 巨风与破风 巨风 也就是笔风要凝聚 破风 就是笔风 打破了那个凝聚的那种状态 尤其是写大字 尤其是写大字 一般写小字 写帖的朋友 一般情况下 不会出现破风的 但是写杯 尤其是写大字的杯 破风在里边 会经常起到一个调节作用 很放松 我们以这个 张千杯里的树为例 相对比较厚重 厚重 这里边也有提案关系 你看上边 重 下边这都轻 轻 这里边也有提案关系 但是前边 笔风是凝聚的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出现了这种虚的地方 这种虚的地方 实际上就是破风 第七种关系 方笔与圆笔 那么我们看 张千杯的龙 在 张千杯的在 它实际上表现是一种 尽窍与含蓄之间的关系 你看这里边 当然这个方是相对的 这个方和圆都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方 你看在这里边 就会出现 有的地方是方的 有的地方是圆的 第一笔七笔 就显得比较方 比较方 这一笔七笔显得比较方 这是方圆关系 第八 直线与曲线的关系 直线与曲线表现的是 刚和柔的这种效果 直和曲 它也不是绝对的 有的是直中有曲 有的是曲中有直 我们以理器卑利的 式为例 第一笔 我们看 我用逆风 我用逆风 逆风 就是逆风也是中风 无非是笔尖 在前走 这样的点画呢 会出现点 小意外效果 它也是直中有曲 并不是绝对的直 稍微有点曲异 第二笔 我还稍微有点侧风 也是直中有曲 实际上 它是直的 但是呢 稍微往外有一点弧度 也是直中有曲 第三笔 也是直中有曲 基本上也是直的 第四笔应该说是比较直的 这一笔比较直的 比较直的 其实我刚才用的全是中风 有逆风 有脱风 你看这我都脱着走的 并不是说 当然一般的中风是这样 毛笔和纸面形成90度 但是有时候这个中风 在处理的时候 尤其在创作的时候 这个毛笔在手里边 是非常自由的 怎么直笔 刚才我说笔法 直笔也是一种笔法 用笔是笔法 直笔是笔法 它说表现的法度也是笔法 那么直笔的时候 我们以它为主要的直笔方法 其实这种 灵活会带来自的生动 然后最后这一笔是曲 但是它是曲中有直 曲中 它也有 很近见的一面 近见就是直所体现的一种风 第九 内叶和外拓的关系 内叶 就是点化 两头胖中间瘦 我们以 曹全背里的罐子为例 这一笔 竹笔 就是内叶 竹笔就是内叶 它两头相对来说重 中间轻 中间轻 就是中间瘦 当然有的 出现弊端 就是中间非常瘦 那这个成问题了 就叫风腰 到这个地方非常瘦 这种内叶是内叶的 但是过了 过了要自然 然后 这都属于外拓的比方 你看这一树化 它中间是稍微有的胖的 中间比较胖 包括这些 横化 你看 它都不是中间瘦的 因为短横中间 很少有中间 就是短横 中间再瘦的很细 这种情况不多 不多 短横在处理的时候 一般是营中 就是中间比较饱满 藏头护卫营中 这是写短横的基本方法 所以说中间 营中 那就是中间饱满 它实际上就是外拓的比方 这都是 包括这些 这都是 中间比较饱满 内叶外拓 第十 顺风和脚转的关系 顺风和脚转的这种关系 表现出的是仓和润的关系 润和仓的关系 顺风 一般是表现出来的笔画 比较润 也就是说相对来说 比较光滑 比较痛快 脚转 那就是比较苍了 它是融和仓的关系 我们以石门颂里边的 凡 最后一个字 凡为例 墨量少一点 会出现那种 脚转之后那种 很特殊的效果 会出现这种效果 顺风 你看就光 这个出现 就像搓麻绳一样 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是在顺的时候 很难出现的 当然这种东西不能多 如果过多的出现这种脚风 那么给人感觉 你这个字呢 不顺畅 气息上会受到影响 但是有脚风 有脚笔的出现 会增加点化的效果 增加点化的多变性 增加线条的这种含量 这是我们今天分析的 用笔的十种关系 我们下一步 还要讲结构的一些 还要讲用笔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具体 我们下一步 还要具体分析 用笔方面的 其他方面的问题 好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